欢迎您持续加入2300选战特别报道 九和一大选的开票在今天晚间终于落幕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也顺利当选 时刻八年终于光复了首都 一举击败民进党的陈时中和五党籍的黄珊珊 以57.5万票获得票率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在众多支持者欢声雷动的簇勇之下 花了五分钟才走上舞台 他开心自行宣布当选台北市长 我们做到了 这个时刻 不只是万安个人的胜利 更是每一位台北市民 你们用手中神圣的选票 让善良战胜了侧义 让正直战胜了谎言 让民主战胜了黑箱 让光明战胜了黑暗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台北市三角都蓝绿白争霸站 国民党的蒋万安 开票以来一路领先对手 陈时中和黄珊珊 还冲破了当选门槛55.1万票 让首都重现蓝天 蒋万还以43岁的年纪 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台北市长 没有停下来的脚步 没有办法停歇 未来我会用人为产 丛组坚实而且强大的市府团队 我要打造一个连能 有效率服务型的政府 我会带领台北发挥潜力 要让世界看到台北的伟大 以及爆发力 好不好 台北光荣的篇章 今天又再翻过一页 未来我们不分蓝绿白 不分你我他 我们一起在台北 共荣共好 开创竹梦 实践自我 这一晚蒋万安的家人 包括父亲蒋孝岩 母亲两个孩子 还有怀孕的太太 听着大肚子全都到齐 蒋万安哽咽主意感谢他们 还被拍到感动 露泪抹去脸颊上的泪水 同时他也大赞陈时中和黄珊珊 是可敬的对手展现民主风范 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 诚实的祝福蒋万安 面对2022台北市长选举的败选 是我自己努力不够 披露云战袍参选的陈时中 也宣布败选坦诚是自己努力不够 同时致电蒋万安 恭喜他当选 我要向蒋万安先生说 希望你说到做到 完成你竞选的承诺 武党籍候选黄珊珊被蓝绿夹杀 在确定当选无望之后 也出面向支持者致意 同时向蒋万安喊话 要他保留台北市良好的改革制度 而且要说到做到 就会选举最大焦点台北市 蒋万安从蓝绿白对决的 三角都之战脱颖而出 他也承诺将在台北